我現在要換方向燈 方向燈總層 原廠的拆就是直接從這邊拆 然後我們先找到這條方向的線 這邊啊,一開始從這邊拖嘛 從下面拖 從下面這邊拖 然後接著上面 上面就可以拉了 這樣,送下去 這邊的方向燈就可以打下來了 這邊的方向燈就可以打下來了 好,好,很 這樣這邊的方向燈就可以打下來了 安裝的話 一樣先把這邊的東西送開 把電片拿掉 然後等一下我應該會保留這個電片 這種電片是彈簧電片 你看它這邊是裂開的 它不是壞掉的 它就是這樣上下錯開 然後就是螺絲鎖緊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撐開的力道 有一個撐開的力道 所以說螺絲就不容易鬆掉 等一下這個會保留下來 從這邊裝進去 然後這邊有一個洞 這邊這個洞可以看到是 原廠的方向燈 用廠方跟桌這邊 固定的 固定角度用 那現在這座新的沒有 那這就不用裝 那這邊先放糖紅電片 然後再一般的電片 再放多一點 再放多一點 然後接著 把線 往上穿 然後這邊 這邊是正極 這邊兩條一起的是負極 我們做一下測試 不過這個 這個也還好 因為它沒有即興 因為它沒有即興 好 開始了 那到時候 另外一邊的話 也是這樣 煮法靠製